我們這堂課呢所要具備的這個工具呢有這個短尺 那短尺不一定是要用這種三角尺 那你用那個直尺也可以喔 差不多10公分到15公分左右 那那個長尺呢差不多是30公分 這個是要畫那個比較長的那個 不過30公分在我們A4的尺上面來講的話 應該也是用得到喔 可是大家比較長的時候必須要用得到喔 所以請你準備兩種尺 一種是30公分的長尺 一種是10公分到15公分的短尺 那還有我們的白紙一張 那基本上我們在這邊 在我們以前的慣例就是說 我們一半練習 練習技巧一般來實際來做創作 那那個 那個 在這邊呢可能 因為我們透視組這種東西 其實是很難創作的 所以需要有一點 那個範本來看喔 那我待會會把我們的那個 在我們的群組上面呢 丟 丟 丟 四張 我現在丟好了喔 丟 四張的那個 我剛剛有在網路上有抓的圖 然後那這四張的其實還蠻 還蠻簡單的喔 因為圖其實基本上很多啦 那要找 合適的然後好畫的其實 要稍微篩選一下 那目前我在丟在群組上的這四張呢 這四張喔 是比較簡單一點的喔 你看看起來說喔 這樣子還簡單喔 其實還蠻複雜的喔 可是你只要抓 抓到我們畫透視的一個概念的話 這個基本上是蠻簡單的喔 好 那我們這一堂課喔 我還是要跟大家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我們這一堂課是由 左營圖書館呢 來舉辦的這個 呃 旅行插畫的這個課程喔 那 目的是藉由 這個活動呢 讓大家來認識我們 左營圖書館它的整個館長呢 是以 旅行為主的喔 所以你 如果喜歡旅行的話 可以到我們 圖書館來借一些相關的 書籍喔 那 欸 按照 按照我們圖書館的一個慣例 我們剛開始要先介紹 就是 圖書館 現在正在推行的 所謂的雲端書庫喔 雲端書庫 那你只要在 那個 搜尋 用電腦的話 在搜尋引擎上面搜尋台灣雲端書庫 喔 就可以進入到我們這個 這個書庫的這個網址裡面喔 那 等一下喔 我先縮小一下 好 那進入到這個網址裡面的時候 它剛開始會有一些 一些 這個 這個注意事項 讓你知道一下喔 就是 就是你只要 不管是用手機喔 還是用電腦 只要 登入進去就可以了喔 那每次 借書的話 可以借 14天喔 那 不管在什麼地方 你 借了書之後 基本上不用還 因為它14天 它就自動失效了 自動會刪除那個 你所借的書 所以很方便 那 基本上你 只要是在有圖書館 有登 輸入那個 有 那個借書證的話 你每一年 每一年喔 都會有60點 60點的那個 借書的一個庫存喔 那 進入到我們台灣文聖書庫的時候 其實一定要先做 登入的動作 登入的動作 那 它這個 它這個是有記憶性的喔 如果你已經有 登入過的話 它就會記住 然後再 直接按登入 就可以了 那 登入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 選擇你喜歡的書籍喔 比如說 你 喜歡 旅行喔 你就找 旅行喔 然後 它就會 有所謂的相關的一些 一些 資料 出來 好 我打旅行喔 好 搜尋 有沒有 這邊就很多了喔 那 你假如 看哪一本 覺得 這本書的內容不錯喔 你想稍微看一下 想先瀏覽一下喔 那你就可以 比如說 這個 這個 馬拉松 這邊好像 我們 隨便點一個好了喔 就是這個 這個 馬拉松這個 點進去之後 它這邊就會有一些 有一個 封面給你看 那你假如 OK的 覺得不錯的話 你就直接按 喔 那個 借閱 就可以了 閱讀 喔 我要借閱喔 這個 夜讀這個 紅色的這個 按鈕這邊 有沒有有一個 四月跟借閱喔 那你可以先四月看看喔 四月進去之後 它就要進去 它就要進去它的 頁面裡面喔 它會幾頁讓你看喔 這個 包括它的 目錄啊 還有一些 可以 讓你先閱讀 如果覺得 OK了之後 你就可以借了 就是所謂的我們的 我們的這個 閱讀的這個 四月的這個功能 那喜歡的話 你就把它按借閱 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目前呢 的點數 可能 也還有 五十多點喔 所以基本上 每一個人都一樣喔 就一年都有 有六十點 那現在 現在已經十一月了喔 你十二月又 又重新有六十點了 所以你現在可以狂借喔 六十點可以借很多本 那這邊還有所謂的 總類猜選啊有沒有 會本啊漫畫啊 期刊雜誌書籍 有沒有 這邊加起來有 將近三四千本喔 有基本上可以讓你 讓你 讓你就是 在家裡呢可以不用出門 那除了這個台灣書庫的這個 這個 這個 網站以外呢 還有這個 華裔電子書喔 這個你可以進去 進去就是借閱喔 那同樣也是用我們的 圖書館的那個借書證 登錄 就可以了 那這是我們圖書館的 電子書的一個網站喔 這個也可以借喔 你直接在登錄我們 都是用同樣的一個 那個 身分證 你的身分證字號 跟你的那個 書證連頁字喔 當做密碼 就可以進入借閱喔 所以 請同學呢 就是有時間呢 多多的捧場喔 讓我們圖書館的一個 借閱量喔 可以提高 好 以上就是我們的 雲端書庫的一個 介紹喔 就讓大家認識一下 那除了這個 上網的部分以外 我們還可以 這邊再介紹一下 就是手機的部分喔 因為手機 現在其實大家都很方便喔 你只要手機 就是 在那個 普類商店喔 打台灣雲端喔 它就出現一個 台灣雲端書庫 它就有APP可以用的 那我本身喔 已經有下載了 直接在我的這個 這個APP的 這個桌面裡面 也點進去 它就有這個 所謂的 那個 造成的書啦 或是 一些借閱 所以 有興趣的同學 也可以應用 透過手機 來進行借閱喔 因為 現在都很方便喔 如果你 電腦不方便喔 你就用手機 那手機接了之後 你 到哪都可以看 坐公車啦 坐捷運啊 等 等那個遲到的朋友啊 有沒有 或是載小孩 小孩還沒有下課 直接在 那個座位上 在那個原地上 就可以 看一些書 起來了 好不好 那這邊 請同學 稍微認識一下 臺灣 銀將書庫 好 那接下來 我們要開始來上課 那請同學 把你的白紙拿出來 把白紙拿出來 把白紙拿出來 有 什麼事 什麼事 誰 誰發 發問 沒有 沒有嗎 沒有 OK 好 那我們就來 上課 那請你呢 把你的紙呢 把它也是一樣 我們對著一半 對著一半 當然你要 拿兩張紙來練習也可以 拿兩張紙練習也可以 那我這邊因為我攝影機的關係 沒辦法 沒辦法 拉得很大 拉得很大 我也會變得很小 基本上也是 那個 比較 比較 同學在看的時候 學姐有時候 比較不好看 那我這邊就稍微 稍微簡單講一下 你 同學你可以跟著我先 試畫一下 那先有個概念 有個概念之後 我們再來找一張照片呢 來跟大家 教學一下 就是我 我 就是畫 大家同學跟著我畫 我畫一遍之後 就知道差不多 差不多那種 透視圖 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概念 那我這邊呢 把我的紙呢 把他 把他整張 把他對走之後 這一半呢 我再把他切一半 再把他切一半 這樣剛好是 我的這個 攝影機的畫面 照起來剛剛好 那同學呢 其實你也可以用 一整的一半 來畫 這樣你會比較好畫 透視圖 比方上是越小 越難畫 越大越好畫 好 那一般來講 我們透視圖 它有一個基本架構就是 它一定會有一個水平線 水平線喔 可是這個水平線呢 不一定 不一定 是在正中間 只是說 我們大部分在練習的時候 或是你在拍照的時候 我們通常都會把水平線 放在最中間 就是一半是地面 一半是天空 這樣拍起來是比較協調的 可是也不見得就是說 你拍照一定要用 那種標準的拍法 什麼是標準的拍法 就是你站在地面上 然後往你要 你要就是 你要拍的這個空間去做拍照 怎麼說呢 我這邊 這邊 開那個 我傳給大家的那個照片 來講 應該大家會比較清楚一點 就像這一張 這一張 有看到我這一張畫面 這一張它的水平線就是在正中間 我用滑鼠移動的這一條 那 有時候你可能會不知道 我怎麼知道它的水平線在哪裡 我們如果在一個室內的空間裡面 旁邊這邊的這個角度 跟上面的這個角度 兩個你用尺把它對拉一下 它拉到集中交叉的地方 就是它的水平線的橫線 還有它的中線 它的交叉點就是它的水平線跟中心線的 的一個交叉點 的一個交叉點 這樣知道嗎 像這一張 這一張 這一個地板往上拉 跟這一個旁邊的這個地 這條線往上拉 它的交叉交會的地方 的橫水平 的那個高度 就是它的水平線 然後交會的中間抓一條垂直線 就是它的中線 所以通常我們在畫 透視圖之前 會先把水平線 跟中心線先抓 找出來 那我們 在練習的時候 基本上因為沒有圖 可以讓你看 所以我們就先 簡單的先抓中間 先抓中間 也就是說水平線 水平線抓在這個 要畫的這張圖的 範圍的中間 然後中心線在我要畫的這張紙的中間 垂直 那你畫出來的紙有沒有垂直 你就是抵對你的紙的邊邊 用你的紙去抵對就可以了 有沒有紙很快就可以抵對出來 那橫也是一樣 跟紙的邊邊去對 就知道有沒有橫 我現在請同學呢 在你的紙上面呢 畫一條中線跟水平線 畫好了沒 注意喔 我們在用這個 畫這個透視圖 這個線條 不要畫太重 請你輕輕的畫 線條不要畫太重喔 請你輕輕的畫 然後呢 只有在畫透視圖的時候 我是推薦你用自動鉛筆來畫 因為自動鉛筆它會比較細 比較尖 在畫的時候比較不會有誤差值 什麼是誤差值 就是我們在用這個筆 在靠近尺的時候 那個紙的邊邊的這個厚度 跟紙跟那個筆的這個厚 邊邊的厚度 它會有一個誤差 就像我的手一樣 你看我的手按住它 其實我會躲地的地方是在這裡 另外一手紙手筆的這個地方 而不是在紙的邊邊 因為它有厚度 所以它有誤差值 那你的筆呢 那你的筆呢 越細 它的誤差值就越小 這樣聽懂一下吧 比如說像這樣子 我這個橡皮擦的這支筆 我靠近這支紙來畫 它真正 真正碰到紙的地方 不是我手指頭 紙的這個地方 不是喔 是這個地方 因為它有厚度 所以它 碰到紙的位置 是我手指頭的邊緣這個這個位置 所以基本上它就有誤差 你的筆越厚 誤差值就越大 等一下稍微注意一下 反正你的筆 如果是越細的話 它的誤差值就會比較小 好 還沒畫好的請舉手 不是請舉手 請出聲 這是看不到大家舉手 請出聲 好啦 OK 好 那 那 接下來呢 我們先來 來畫一個簡單的圖形 讓大家有一個概念 我們一點透視呢 基本上就是 我們會先畫面 先畫面 怎麼是先畫面 這邊先跟大家講一下的概念 就是說 先把這個面 先畫出來 這個面 比如說 我這個面 先畫出來 然後再畫它的厚度 畫它的厚度 它的厚度 就會先以角角來拉消失點 那這樣子講可能大家有疑 會不會聽不太懂 我們先直接示範好了 所以你先在我們的這一個 有四個格 我們先在下面這一格這裡 先平行畫一個正方形 平行畫正方形會嗎 就是你的尺呢 你的尺呢 以你剛剛抓好的這個水平線 做標準 然後 上下 拉一個高度 然後 在中心線 做一個水平線的標準 那就變成一個正方形 這樣看有沒有問題 這樣看有沒有問題 好了嗎 好了嗎 這個平線的那個橫線呢 它基本上是 都要平行 畫透視圖呢 它基本上 比較 你比較要去注意 就是你要遵守它的規則 什麼是規則 就是它 平的就是平的 直的就是直的 你不能有其他的角度 那這樣子你畫出來就不會很奇怪 好 那完了之後呢 我們這一個正方形呢 我們要根據 哪裡去拉透視圖 以這個交叉點 為一個消失點 這個交叉點 我們又稱為一個 就叫做消失點 我們今天選的叫做一點透視 就是以一個交叉點為一個中心點 然後在這個空間裡面 所有的物件的透度 都是往這邊集中 下一次12月份會上兩點透視 那就是兩個點集中 那會比較複雜 那你只要先把一點透視把它搞懂 兩點透視應該 應該就不會太難 那在這邊我們都用此話 可是如果同學你 你就是出去外面 你也不可能拿一支齒 當然你也可以拿一個短齒來稍微 放在旁邊 可是大部分都是沒有齒的一個狀態之下 那你只要有概念 即使沒有齒 你在畫那個消失點 你還是一樣可以畫得出來 今天選的只是一個概念 那叫大家用齒是 因為用齒在抓得的時候 你可以減少你的手 畫歪的一個情況 那你練久了之後 你除手畫 基本上也是會不會有問題 那我們在畫這個消失點的時候 注意喔 就是我們以每一個角落 每一個角落要到消失點 拉一條線 可是這一個角落 因為它有實體 有實體去擋到 基本上 你可以畫也可以不用畫 我們先畫好了 所以現在就是每一個角角呢 都到這個消失點 輕輕的畫一條 一條消失線 一條消失線 注意喔 你是每一個角角 碰到這個消失點 你盡量不要有畫誤差 不要畫誤差 不要畫誤差 那裡面的這一條線呢 你可以輕輕的 你可以不用畫得太重 輕輕的 因為它是被擋住的部分 畫太重 它插的時候會有痕跡 像我這樣子輕輕的 畫一點點虛線就可以了 就不用太明顯 看到沒 好 你看喔 我們這樣子畫出來 已經差不多 以你 看得到這個東西 是有一個 一種由前往後看的感覺 有沒有 然後我們再用垂直線 先切掉這一面 切掉這一面 把它切掉 切斷 切斷 注意喔 這個切斷要跟這個平行喔 要跟垂直面平行去把它切斷 大家聽懂嗎 好 那切斷之後 切斷之後 注意喔 這個切斷點跟這個 跟這一條中線的消失點 這個交叉點 它就是我們這個橫向的切面的 的那個 的那個 的那個起點 注意喔 橫向切面要跟這個 你原本 原本這個正方形的頂端的這個線 是平行的 這樣移過了 切掉 有沒有 這樣畫斷 完了之後呢 你再 拿橡皮擦 把你剛剛畫完的這個 這些 集中線呢 把它擦掉 你看 這樣它是不是很像一個 就是有一個三度空間的一個 一個長方體 有沒有 好 那接下來 再跟你講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你看喔 我在從這裡呢 在從這個正方形的 對喔 從這個正方形的這個 這個 前面這裡呢 拉一條線過來 然後上面不要動 上面不要動喔 再往下面這裡動 上面不動 往這邊移動 然後再拉一條 拉一條 好了沒 好 拉完一條來 注意喔 我在這裡喔 我在這一個 這個長方形的前面這裡 我先畫一個爆米花 好 爆米花畫完之後 下面再畫一個 兩條線 當作它的樹根 有沒有感覺到 它這個好像是一棟房子 有沒有 房子旁邊有樹 有沒有感覺 好 是不是這樣就很簡單 其實你只要是 有拉出這個 透視感的東西出來 再加一些短線的東西 你看 整個場景就會出來 當然你在旁邊這裡 再加一個小小的人 在旁邊 這就變成一個街道了 有沒有 其實還蠻簡單的喔 那可是 這個長方形現在目前還 看起來還不像房子啊 對不對 我現在跟你講一個 很簡單的 門啊跟窗戶的畫法 這個人啊跟那個樹啊還沒畫好的 請出城裡 我畫好了喔 OK 現在呢我們現在要以人為主喔 為什麼要叫你先畫人 因為你待會要畫的那個門 是以人的高度 人的高度來做參考的 你不要畫一個小小的 那這個人就變成巨人喔 所以要以人為高度 所以這個人這麼高 對過來 這個門 現在我們這一個面這裡 這個交叉點在這裡的底端 往上 由下往上拉 拉出一個高度 這個高度要比你的人還要高喔 所以你自己要 要抓一下 你的人差不多多高 那這個高度就畫多高 我們這邊是先定什麼東西 先定門的高度 門的高度喔 我們真正的門還沒有畫出來 我們只是先定整的高度而已 好了沒 好 人的高度定完之後 接下來 門的後度 要以拉消失點為 為那個 它的規則喔 注意喔 你的尺要對好 尺 像我個人就是 我的筆會先壓 先 點在這個消失點的地方 我尺去靠住它 靠住它之後 另外這一邊喔 我的手指頭在動的 另外這一邊的這個尺去移動它 然後讓它碰到我們的 這個門的最高點 然後呢 再輕輕的畫一個門的厚度 你這個門如果只有單人進出就畫一點點 雙人進出就稍微畫長一點 就變成那種雙開門 好 這個門的厚度定完之後 就直接 注意喔 我們剛剛不是有講說這個 這個長方形它有一個底部嗎 對不對 這個底部 注意 注意這個底部喔 這個 這個門的厚度的這個點 再垂直拉一條線下來 好 這種房子的門就出來了 好不好 那你假如說 我這個門是雙開門 那你可以在這邊呢 在中間再加一條線 這樣這個雙開門就出來了 可是這樣子感覺很平有沒有 沒有立體感 那以我們的 就是門的這個 往內凹的一個距離 在這一邊 它通常都會有一個往內凹 所以在這一邊呢 我再再多加一條線 讓它感覺它是有一個深度的 有沒有 像這個門看起來呢 就會比較 有一個深度的感覺 那我這個中心線 這樣子畫起來 感覺就好像有點偏了 所以就把它擦掉 重新再把它改到中間 所以這個中間就是 你畫的那條內線到這裡的中間 這樣這個門看起來就比較 比較不會歪掉 好 那完了之後也是一樣 我們定窗戶的高度 窗戶的高度先定出來 再畫透視圖都是一樣的 都是先把高度定出來 然後再畫往內深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在這邊畫一個正方形嗎 一個正方形就是高度 它這個是有三個面 就是整個立體的 所以這個高度 再加把這個正面把它畫出來 就是 就是它的高度先設定 然後再往內深 這樣它就變成一個立體 那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窗戶 根本它只是一個面而已 在很遠看的話只是一個面 所以我們只要先把高度定出來 定出來之後也是一樣喔 這個高度的這個點 上點跟下點 對消失點 再拉出窗戶的面出來 上下兩條線呢 稍微稍微注意一下喔 然後再以這個垂直線 一切 這樣這個窗戶就出來了 好 窗戶是有雙開的 等一下 以這邊的面來看 它下面會有厚度喔 你可以稍微再重複畫一條線 不一定要很厚啦 就是整整整的一條線 這樣這個窗戶看起來 就有一個 往內凹的這個立體感 好 這是我們很簡單的一個透視概念 好 那房 我們在這邊畫這個房子 那如果畫人呢 在透視裡面畫人要怎麼畫 很簡單喔 你可以先最近的 先把人的比例 比如說我這邊已經先畫一個人了 那在他旁邊這裡 我們就是平行過來 差不多跟他一樣高就可以了 當然你 不一定要畫跟他 平行過來不一定要畫跟他一樣高 因為每個人身高不一樣 只是說他這個人 是可以讓你做參考的 這個人的大小 差不多在同一個位置上 他就大了都是這樣子 你可以畫稍微高一點 你可以畫稍微矮一點 可是問題來了喔 那如果我畫在這裡呢 畫在這裡呢 他的高度有沒有一樣 不一樣喔 因為越遠會越小 那怎麼辦呢 唉唷 我們在這邊畫的這個人 就可以當做我們的參考 你可以先用消失點的方式 消失點喔 在這個人的腳的這個地方 到消失點 輕輕地畫一條 在你要畫人的這個位置上 輕輕地畫一條線 然後在他的頭頂上這裡 也輕輕地畫一條線 然後錘子喔 注意喔 錘子不是斜的喔 不是歪的喔 是錘子 在這個位置上畫一條線 這一條線就是人的高度參考的 你看在這裡的人 不是長的不是很高喔 他是長的比較小一點 所以你就可以在這條線這裡呢 輕輕地畫一個 頭啊 腳啊 有沒有 好 那依照這個感覺 你越遠 你就可以畫越小了 有沒有 量期約就可以了 量期約去畫就可以了 這樣 這整個 在一個街道上的一個感覺 你就可以把它畫出來 通常我們這堂課就是 跟大家講一些簡單的技巧 你可以在 在外面啊 在旅行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些景色 你可以把它畫出來 那這邊也是教你一個概念而已 比如說 那現在我們放過來喔 放到這裡來 放到這裡來喔 比如說現在我看到一個街道 那我就先把消失點先搞出來 然後 我用土手畫的 我畫兩條線 我先把這條馬路呢 先畫出來 那這邊有一棟房子 所以我先把這棟房子的 側面先把它搞定 搞定之後呢 我剛剛有講 消失點的這個原理 側面弄出來之後 再把這棟房子呢 移到消失點的這個原理呢 去輕輕的拉一下 輕輕的拉一下 當然土手拉 會 有一點小誤差 不過基本上還好 因為我們畫 畫這個 鋁型樹苗的話 也沒有要求要鎖腿去喔 又不是要去 把這個圖賣給人家 所以基本上都是 抓個方向就可以了 但是 就是很多人呢 對這種方向 沒有概念 畫的就很奇怪這樣 那這個畫完之後呢 再把它切 這棟房子的這個厚度 跟那個頂端的這個平行的厚度 切完之後 你這棟房子就可以 有這個力情就可以先把它畫出來 比如說這棟房子它是一個給出 那前面有一個那個 那個帳篷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遮陽的那個帳篷有沒有 那 有一根柱子 捏在地上 然後這個畫一個洞 你就可以稍微用你的那個 透視的這個 拉的這個概念 去把你想要畫的這個 這個風景的這個房子 去把它畫出來 這樣有沒有概念呢 那同學你可以像我這樣子喔 輕輕的在我們紙上面呢 輕輕的把剛剛的這個畫法呢 用徒手的方式去把它畫一遍 好不好 現在給你3分鐘 讓你簡單的畫一個 有問題的同學可以問 來跟大家講那個 用透視圖來畫室內空間 室內空間 室內空間應該是會 應該如果你是常去旅行啊 然後想要做 做畫的人 應該會常會遇到的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你在外面畫圖 這個像這一張喔 這個都是室內的喔 那這張是在室外喔 這個在那個室外有一個陽台啦 有沒有 那這幾張是室內喔 因為我根據 像我根據我個人出去旅行 我也不太喜歡到外面去喔 就是平常的話 當然如果沒有蚊子的話是OK 那如果我出去外面有蚊子 我就會 轉站到裡面去坐著 然後打開窗戶 就是有紗窗的窗戶 或是有玻璃的窗戶這樣子 反正就是 純欣賞風景喔 那你只要看到這個風景不錯喔 你要把它畫出來 再加上我們這個室內的這個感覺 你要怎麼去 把它做融合一體呢 我們這邊就來練習一下喔 這樣教你一個概念 也是一樣 通常我們如果在一個空間裡面畫圖 也是會先抓出所謂的水平線 所以我們現在先在這裡先抓 先抓一個水平線 先抓一個水平線 我們現在是用一格喔 用一格來畫那個 那個室內的空間 所以基本上你用小格來畫也可以 或是用這一整張 這一大張來畫都可以喔 因為我們目的只是要讓你學習概念喔 所以基本上 土的大小是水嶺喔 水嶺喔 好 那這樣子抓 這個水平線抓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從四個邊邊喔 四個邊邊去拉 四條線 你這個交叉為中心點 然後四個角落 你現在畫的這個 現在畫的這個 在畫的這個空間喔 這個長方子的這個空間 有四個角落 你各拉一條線到我們的情中消失點 這樣會變成一個 米字 變成一個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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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擦彈喔 中心線也可以把它擦彈 可是你不要擦掉 擦掉的話基本上 等一下要畫那個 集中線的時候 你會沒有一個擦彈 這樣我們預留出來的這個畫面 就是一個叉叉 有沒有 豬油這個叉叉 你如果稍微 稍微再畫一個正方形上去之後 它就會變成一個室內的空間 那豬油你今天要畫的 我們先把地板線先找出來 地板線呢也是水平線 這個地板線的位置 取決於你要畫的 這個室內的空間佔多大 你知道什麼是佔多大嗎 我這邊拿照片給你看 就會有一個概念 就是你 我剛剛有講下面那條地板線 取決你這個室內的空間 在我們這張紙裡面 它佔多大的面積 佔多大的面積 你畫越 下面 室內的空間就越小 然後這個牆 正面的這一面 正面的牆就會越大 了解嗎 那要越大的原因就是因為它 比如說你現在畫的這一面牆 它是一個玻璃牆 或是一個洞 就是玻璃窗或是一個洞 這個洞外面有一個很漂亮的風景 我不希望 我不希望這個室內的空間佔太多 讓我這個風景變得很小 所以你就要把這個 這一條地板線畫下面一點 然後水平往上拉 拉出來這個窗這個 室內的空間就會變得比較小 好像是一個小型的框框一樣 那你假如說 我是要畫室內 我不是要畫室外 那你這一個就要往中間靠 往中間靠 那我這邊簡單的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應該就會有一個概念 我今天在往室內靠 往中線靠 然後畫一條水平線 注意喔這條水平線 跟中間的水平線是平線的 然後再往上 注意喔垂直 跟中線平線 這兩條線交叉點垂直 這邊也是一樣的 垂直畫完之後 再畫一條水平線 如果你的想像力好一點的話 把中間這個敏字把它擦掉 记得那个中间线比较差点 想象一下这边是壁板 这边是天花板 左墙 右墙 整个空间就出来了 这个好像是一个大的空房子 是一个大操场 那如果 这边再画一个 如果我的这一条地板线比较靠下面的话 比较靠下面的话 比较往上拉 这样我这一面墙就会变得很淡 那这样子的这个作用是什么意思 这个作用就是我要画 我主要是要画这一面墙里面的东西 而不是要画室内的空间 所以这样就变成这个室内的空间就变得比较 我们能够在画面上所看到的位置就很窄小 就没有什么东西 那主要就是这一面墙可能有一个大窗户 落地窗 然后这边有风景 你要把这个风景画出来 那就是说看你要画的这个空间是什么地方 我现在讲的就是说你今天出去外面旅行 在画土的时候你是要用什么样 你要画的这个画面是什么画面 你可以自己做选择 那通常如果你不知道 那我哪知道要多大要多宽 有时候你会看到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有些画家在画土的时候 他的手会比这样子 他的手会比这样子 比这样子 比一个正方指 然后去比对你的画 去看你要画的这个景象 到底是他的画面是怎么样 你用这个框框来 用你的手比这个正方指的框框 去当做你这个画框 你就可以知道你差不多要画多大 你的位置是多大的 好 就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一个框框好了 我这样比手 你在这个镜头这样子比 这个框框是不是离我的手很近 然后如果再近一点点 就更远了 你就会想说 我差不多这样子画起来是刚刚好 你就知道说 差不多这条框框是在 你的这个画面的什么位置 所以用你的手去抓框框 去抓框框 蛮好用的 当然 现在在美宿舍有在卖 这个压克力片 压克力片中间是一个正方指的框框 然后它有画十字架 它有画那个网状 就是那个取景框 取景片 它就是一个黑色的边缘 你如果去美术社你可以去找 如果想要有长 去找画风景画的话 你可以去美术社去跟那个老板说 我要那个取景的那个取景器 或者取景片 那这是一个压克力片 最小的差不多多这么大 我之前有在美术社有看到 差不多十公分左右 它那个说十公分 十公分乘以八公分左右这么大 然后它这个边缘有一个黑色的边框 然后里面有 有让你切十字 就是有切几个格子 这个格子是让你在抓紧的时候 让你去做那个做分格用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去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找这个取景 取景的这个道具 还蛮好用的 当然如果你自己喜欢DIY的话 你就去找那个 去找那个透明片 有没有 可是透明片 比如说我们去买那个 铝盒啊 铝盒的盒子 不是 有些铝盒 盒子是透明的 有没有 用透明的压克力 那个塑胶片 破的塑胶片去把它粘在那个里面 去把那个盒子把它剪下来 然后用尺去量 你只要量双树就可以了 比如说10公分 就量10公分 然后上下就量8公分 或是6公分 量完之后 化成一个框框 然后外框就用那个旗笔把它涂开 涂完之后呢 再去用尺去量 中间就是5公分 然后画一个十字 然后再切割这样 自己做也可以 如果你自己喜欢DIY的话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DIY的 那这画来就像这样子 有这个格子 这个格子 你在做最 在找那个工程的时候 会有一个参考 当然也不用那么麻烦 真正厉害的画家 是两只手 不用抓什么 两只手去做你的曲情方 就很好用的 你不需要 要一些有的 手来比较 好 那 室内部分呢 就是这样子 那好 那我们 我们我们就以 就以这一张 来当作参考 好不好 就以这一张 这一张来当作我们画组的参考 那同学你可以 就是 自己用你的手机呢 来对着参考 好 那我现在 稍微赶快拉一下 看能不能把它 缩小在旁边 好 你这一张好了 比如说这一张 你去 去那个饭店旅行 然后 这张 这个整个视野 非常好看 有没有 这张不是我去旅行它的 这张我是网络上抓的 因为我个人其实蛮少去外面住的 都是出去旅游一天而已 那旅游一天的话 基本上就是 就是 也没有在外面住过 也是有啦 就是 比较少去住那种 比较高档的 就是那种 那种 中低价位 然后就是 好睡就好 睡一觉隔天起来 就出发 比较不会去 去住那种 度假型的那种 那种 酒店 基本上这种 这种 比较 美景的 都是那种 度假型的酒店 大家看得到 好 那我们 以这一张来讲的话 我们的空间 这个 这个墙面的 这个底部的空间 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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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间靠下面一点 因为毕竟它 有那个 餐桌 有餐桌 要画 那所以我就 我在我的水平线 水平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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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线的 这里的中间 然后在 注意哦 我这个水平线 这个水平线 这个水平线的 中心点 跟我这个画面的 底部呢 中间点一下 然后下面再靠 下面一点点再点一下 这样子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 这张图的这个 顶部线 这里 这条顶部线 有一个 线条 当然这个 不一定是很准的 我们只是抓一个 大约尺而已 好 那完了之后 我们这个 跟消失点交叉的 这个 这个点呢 这个垂直 把这个 框框把它画掉 这一堂课 对于那个 刚开始学的同学 可能 会有点失利 不过你就偏着画 偏着画 你画着画着 你就会有概念 很多东西呢 虽然是需要有点理解性的 可是你如果理解不出来也没有关心 就是跟着画 跟着画慢慢的你就会去 就会 熟能生强 好 那就我们这个画面来讲 我们先不要管 这两个 这是两个 长影子 跟一个桌子 有没有 那个桌子 我们先不要管这两个东西 先不要管这两个东西 我们先管后面这个为栏杆 有没有 这边有个栏杆 有没有看到 这个栏杆 这个栏杆就是在这一个 注意喔 这一道墙的上面一点 我们抓一条线 就是我们栏杆的高度线 栏杆的高度线 我现在再把栏杆放大 这样同学看看 看得出 栏杆的高度线 这个高度线画好之后呢 我们要画它的厚度 注意喔 以这一点为准 这一点为准 然后对到这一点 然后往内拉出来 往内拉一点点 一点点 一点点而已喔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最消失点 交叉的地方最消失点 然后往内拉一点点 然后这两点的 尾端拉一条线 这就变成一个厚度 很细小的厚度 放完之后呢 再垂直 拉一点点 因为它只是一个小栏杆 所以只要一点点就可以 然后这两点呢 再 连起来 这就变成一个栏杆了 在这两面墙 上面 钉一个栏杆 好不好 拿好了之后 有没有注意到我们这一张画 那这里呢 是 有这个交叉的这个 这个 应该是 不知道是 木 木座的这个窗林 还是石头座的 这个我们就不用去太争夺 我们可以用尺呢 用交叉线来画 取代就可以了 就画交叉线 像我这样子 倾斜的先画 先画一层 这个用尺画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尽量那个距离 好像都要一样 都要一样 然后另外这一边也画 倾斜的一层 都先轻轻的画就可以了 这个不用画太重 这样画完我们的那个 在照片上的这一面 这一面矮墙 我们就把它搞定了 好 给你时间画 那相对的 我们这一面 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一张照片 这一面 墙的上面 它也有 也有一个矮墙 掉下来 只是它这个矮墙的两个边边 会有这个 这个叫做斗狗 有没有 这个小型的这个 装饰边 装饰边 这个画法跟下面基本上是一样的 可是你就是画小小的就好了 不用画太大 那也是一样画交叉 这样就可以了 通常这个 不是很近 不是很近 所以基本上画起来 我们就可以不用画的 这么的 就是立体 通常都是用线条去呈现就可以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下面这个 两个角落 这两个角落你就看着它 看着它 去画就可以了 我这样子看的话它是这样子 就是 跟比较长 然后这样子垂下来 然后再画 用交叉线条 把它跌叠起来 当然它可能有一些纹路 看不清楚 我们就用交叉网去做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 这个空间的那个 暂时就差不多 就把它搞定了 那当然它这边 上面不是有一个 还有这个盾 所以就先不要离开 很多地方我们可以 就是稍微把它 装作没有看到 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这不是很重要 好 那完了之后我们 这个窗户里面的东西 就看着画就好了 所以就不用再讲 我们现在讲这里 我们刚刚在这里 在画最初的这个 是不是有讲到一个概念 就是 在透视图里面 我们是要先画哪一个面 先画侧面 这个面 再画消失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画面 它的这个面在什么地方 在这里 影子 有没有 这个椅子的这个面 有没有 然后这边 等一下我放大一下 我看在中间做的是什么行动 哦 它中间 呃 我在猜 它这个是一个 它这个是一个 桌子的 桌子的角 桌子的角 那 这两个 长的 板凳 然后这个桌子呢 它有 比较高 这个桌子 大概是一半 它这个比较长 可能是因为摄影机的镜头 有稍微变形 稍微拉长一点点 不过没有关系 到底你知道 跟它一样还是一半都可以 所以基本上 我们只是把它的这个物件呈现出来而已 那 有没有要画的跟它一模一样 基本上 去看个人 看个人 好 那我们刚刚有这样子分析过之后 就差不多知道说 它这个 呃 这张图的一个 桌子跟椅子的一个关系 好 那我们就来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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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画出来看看 好 那也是一样哦 这个画 它这个画面这里 这个椅子是在 紫的边边 我们图的边边长出来 所以我们先在中间这里 注意哦 我们先画桌子好了 那 你在这个画面 这个桌子的 这个顶端的 这一条线 顶端是这里哦 不是这里 原来是这里 那它这个顶端线 是不是没有超过这个 这个后面这个围墙的高度 没有嘛 你这个平面来看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在围墙这里 我们这里可以今天把它插蛋 我今天把它插蛋 等一下在画的时候 比较比较乱 好 我们在中 中线这里 因为它 这个 桌子刚好是在我们的 这个 画面的中间 中线这里呢 先画一个桌子的面的宽度 先画一个桌子的面的宽度 那宽度画完之后呢 再往下拉一点点 画出桌面的厚度 桌子的厚度 好 桌子的厚度画出来之后呢 注意哦 注意哦 这两个角角要到消失点 这样桌子的面就画出来 可是到消失点不是画到顶 一点点就好 一点点就可以了 不用画到底 然后呢 不用画太长 超过高于这个后面的这个围墙的这个高度 一点点就可以了 这是我们现在画面的这个桌子的高度 然后 完了之后 你看哦 有这个东西很难 哦 这个角它是弧度的呢 弧度也不用怕 我们可以先画 你看哦 它这个角是 在桌面往内缩进来 要画出角的 所以在桌面这里 往内伸一点点 画出桌子的角 这边再往内伸 画出桌子的角 所以左右边要对称 这里跟这里自己要对称 你不要画不对称 好 那对称的桌子角画完之后 画完之后 你在往内缩就可以了 画弧度 像这个有弧度的桌子 你就可以把它切出来 好不好 这样子很简单 很多东西 在透视图里面很多东西 有弧度的东西 都是先把它的正方形先画出来 后来你就再去切割 再去切割 当然我们画这个椅子也是一样 椅子也是一样 好了没 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来画椅子 好就这个画面来看 这个椅子的宽度跟桌子的宽度 好像差不多 可是它这个椅子的前端 它跟桌子是拧在 是做切齐的 然后往后延伸 它这比桌子还要再挨一点点 还要再短一点点 所以那我们这个桌子是画这么短 所以说这个桌脚往下对下来 在中间这里 就是这个椅子的前沿 然后梁齐约 这个桌子的宽度 刷一下这个椅子的宽度 这样听懂意思吗 我们先桌脚对下来画一条线 然后以这个桌子的宽度 再往内缩一点点 对过来去抓它椅子的高度 然后它这个椅子的高度 没有到很高在这里 在这个桌子的下面而已 所以说这个桌子的高度 你可以做参考它在下面 然后这个高度的中间 这边就是它的椅子的 那个座位体板的位置 这是我画面有的手掌手指的地方 好 可是这个椅子是弧度的呢 再把它修远就好了 你可以往外修啊 你不要往内 往内它变得比较没有位置可以多 所以我就往外修 修成一个弧度 然后再往内划过来 这个椅子的椅背的厚度 你就可以把它搞定 然后这个椅子的下面 我们再把它各加一个厚度 跟它的脚各加一个厚度 将这个椅子的坐的地方跟椅脚的厚度 我们就可以把它搞定了 那之后我们就还是一样画消失点 画消失点 有没有 这三个脚 这边 它这边有一个坐垫 我看到 坐垫 所以在这个椅子的坐垫 最下面这个体板上面 再加一个小脚的厚度 当作它的坐垫 这个就用手画就可以了 因为它坐垫是软的 然后这个坐垫的这个边点呢 也是一样到消失点 注意喔 不是这里的喔 是坐垫的上面这里喔 坐垫的上面这里 可以拉消失点 好 那这样子 差不多就可以知道了 注意喔 这个高度没有比较好高 所以我们最远端桌子的边缘 最过来的下面 就是这个椅子的尽头 讲尽头是什么 我再讲一遍喔 我们这一个面的高度 是以这个桌面的高度去对过来 差不多一样高 在低一点 所以这边 另外这一边就是以这边的高度去对过来 在低一点 这样就可以切出这个椅子的宽度 然后再把它切过来 这样这个椅子就搞定了 那另外里面这边呢 就稍微画一下 它的厚度 再加一条线 就可以了 另外这一边用相同的方法来画 就行了 厚度抓一下 厚度抓一下 高度最最旁边的就可以了 因为旁边已经有画一个 画一个椅子了 所以要注意你要最旁边 你不要一个画高 一个画 那就是那个 家具师傅做到最早的 好 后来之后 后面这个椅背也就把它画鞋 画鞋 消失点 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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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对这个桌面 平行画出来 这样我们这个室内的桌子呢 差不多就可以搞定了 那我们这边 你看喔 它这边还有一个底角 你看看 这个桌角 它跑出来了 一点点 那这边如果你看得到就画 看不到就这样也可以使用画面 好 那这样我们这个画面的 主要的部位 就差不多是这样子 就把它搞定了 那当然这个窗子外 窗户外面还有建筑物的这个外形 如果你想画的话 也可以根据它的这个 这个感觉去把它画出来 那这边有一个灯 这个灯太远了就看不到 不是太远就是 那这个灯呢 太远了 看不到什么形状 那这边跟大家来讲一个壁画好了 我在这个空间的旁边 这边加一个壁画 或是一个画框 或是一个时钟 所以也是用 不管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面一定是用透视土去拉 可是在拉透视土之前 一定要先把它的高度先定出来 比如说这边我有一幅画 我把高度 这幅画或是海报的高度先定好 画的话就要有一个厚度 海报就是一条线而已 或是我挖一个窗户也可以 画法都一样 画窗户 贴海报 加一个画框 画法都差不多 比如说我加一个画框 就是我加一个厚度 然后这两点对着消失点 就拉一条线 然后切掉 有没有 墙壁上的画就画出来了 有没有 那我这边再挖一个洞 当窗户好了 不然 看这个照片呢 那个玻璃好像是 全部都密封的 好 也是一样定出窗户的高度 然后 拉到消失点 然后再垂直切掉 像这个窗户就搞定了 好 现在有问题来了 注意看 你看我这边是 这边要加厚度 这边加厚度 为什么要这边加厚度 因为它是一幅画 它是有厚度的 所以我这边呢 你可以简单的画一些三国 画在这里 好不好 这是有三国画 它是有厚度的 可是这个窗户的厚度 是内坎式的 这是外凸的 这是内坎的 外凸的是 画这边 在画面的这一边 是要凸出去 内坎式要在这个正方形的里面 它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内坎式要在这里面 你这边画一条线 然后上面呢 我画一条线 下面基本上也看得到 这就是内坎式 内坎式搞定之后 中间你再画一条线 它就去变成你的窗户 窗户的两边 当然你假如说要画更清楚的话 这个窗还在画 画那个窗框 现在就更细致了 要用词画的话 基本上就是用词这样拉就可以了 这样这个窗户的门窗的两块门窗就可以画出来 好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室内的一个窗户的画法 室内的一个家具 简单的一个分享 希望同学人也对这个窗户的一个概念 那你有这个概念之后呢 很多东西你就可以练习了 比如说我们在练习一些比较简单的东西 你现在在我们的纸 在我们的纸呢 在我们纸这边呢 还是要我们先画 先画一个十字 先画一个十字 我这边教大家画一个比较有透视 就是很快就可以看出它透视感的那个东西 就是那个街道 就是人行道 人行道画起来会很快就可以看得到它的眼镜 也不用人行道就是我们 我画我们的那个走廊好了 这个中间交叉点就是我们的那个集中点 然后左右边呢就画一条线 好 画完之后我们用 我们走廊上有那个石砖 有砖块喔 那砖块怎么画 好 第一看喔 你可以先用你的尺呢 在你有画的这个空间这里呢 第一看喔 这两条线 碰到这个尺的这个刻度 你往上拉 对到双数 双数 你知道什么是双数吗 就是十二 尺 你就往上对 对到双数就可以了 你不要对到单数 为什么不要对到单数 因为对到单数 就是等一下人家画间隔了之后 你会少少一公分 那你对双数的话 就比较好抓它的间隔 如果你的这个地砖要很小块 也就是一公分点一点 地砖很大块就是两公分点一点 我这边是两公分点一点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两公分点一点 点到最后它这边就是双数了 那就不会少一公分 好 点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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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集中点呢 对这个 你刚刚点的每一个点 拉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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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 这个 路的这个集中感 慢慢会出现的 慢慢出现的 那接下来我用这个尺呢 太短了 不好抓对交叉线 所以我就用比较长的 诶 这个交叉线要怎么对 就是我们这个马路的 画面上马路的这个边缘 对角边的水平线 的这个边缘 这两个为一个对角点 然后呢 轻轻的拉一条线 拉到哪里 拉这个 这一个 就是马路的里面就好了 不用拉到外面 拉里面这边 而且是轻轻的画 不要画太重 那我这边是要画重一点 让同学看得比较轻 可是同学你在画的时候 请你轻轻的画 好 拉完之后 跟 你刚刚画的这个集中线 的交叉点 注意喔 交叉点 这个中心线不要 不要画到了 中心线 没有 是这一条 这是中心线 这是不要的 你刚刚点两公分 拉一条线的这一条线 碰到的这个交叉点 碰到的这个交叉点 碰到的交叉点 碰到的交叉点 各画一条水平线 水平线要怎么拉 你可以从上面呢 对着这个水平线 然后 两 四根手指头 这样平行的 拉下 碰到这个交叉点 你就画一条 拉下 碰到交叉点 就画一条 只要画在我们的 这个地板线上面就可以了 然后你会发现喔 越来 它的距离会越来越宽 有没有 然后画完之后 你就会看到 这个地板有没有 就有越来越远的感觉 那只要到这里而已啊 那上面怎么办 你可以再画第二遍 也是像这个对角线 最上面顶端的这个交叉线 把它画面放在 最上面顶端这个交点 跟你指的边边 指的边边这个交点 一样再画一条横线 然后它的交叉点 也是要画水平线 通常画第二次就差不多了 第三次就太小就不用再画了 你看我到最后的线条就画水平线 没有画得很满 因为到这边基本上就已经很远了 线条在看的部分就不是那么轻 基本上你也可以不用画得太紧 基本上你也可以不用画得太紧 那线条可以怎么用呢 那线条可以怎么用呢 你可以在这边画一个路灯 画一个路灯 最后路灯画我们就可以结束了 这边画一个路灯 这边画一个路灯 这个路灯的灯感要夺出随便你 可是要注意特别下面 下面是平行的圆 它路灯不是切到这里而已 不是切到这里 不是切到这里 这是错的 放大给你看 它路灯下来不是切到这里 它不是生长进去 它是到这个人形到这里 然后下面画一个切圆这样子 路灯的底座 当然有一些底座它不是画这样子 而底座它是还有画一个正方形 比较复杂 画一个正方形 然后往内缩 画一个底座 然后这个路灯再从这个 这个底座上面长多 那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刚开始你可以不用画像我 什么故障 当然你如果看得懂的同学 你可以试试看 这样再加一个底座 那这个路灯上面呢 我们就把它切掉 直接画一个圈圈就好了 简单 当然路灯有很多种 你可以自己去找 比较故障的来练习 这边就这样也简单的 先画一个路灯 那我这个底部我就是画简单的 直接画那个铁棍插在地上就可以了 因为待会要画好几个路灯 基本上不要画太复杂 当开始练习画太复杂 你会有自己找麻烦 好了没 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把路灯一路画过去 因为这条路一定要有灯 不然会有变态房出现 所以要做路灯 然后我们这个路灯的顶部 中间这里顶部到消失点 轻轻的拉一条线 注意我们这个路灯不是边边 是中间圆圈的中间顶部 画一条线 然后这个圆圈的下面的中间 也拉一条线 你们要注意到我画得很轻 因为这只是参考线而已 所以不用画太重 然后下面这里下面要注意哦 是它插到地面的这里的中间 也是拉一条线 所以这一条线就是在我们的人行道里面 好了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算了 看几个磁砖一个路灯 比如说三个四个磁砖好了 一二三四 第四个是在这一条线的中间这里 拉一条线 拉两条线 越远越细 自己扬起约抓一个比较细的 然后到这里之后 注意看你看这不是在中间吗 对不对 所以这边为中心点 这边画个半圆 这边画个半圆 然后再算一二三四 第四颗 在这一条线这里 再拉到垂直线 再一条 再画个圆圆 然后一二三四 更细 好问题来了哦 这边后面怎么办 量期约啊 你看这边的距离 就是可以知道说这边可以稍微抓多近 你力才不会太奇怪 好不好 不要再更近 好 它只会越来越近哦 不会越来越宽 当然如果它在做的时候 它特别 不要让它太协调 某一根离得特别远 也可以 这个基本上是很少见到的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画出 由远 由近 到远的这个 路灯的透视 那当然像这样子这个画法 它是一个概念 你如果 如果你有记住这个概念 接下来再画到其他东西 比如说房子啊 树啊 人啊 概念都一样 它都是一样的 它只是一个公式而已 它的公式就是 先画高度 再集中 再去画它的其他的东西 好 那以上 这个就是我们的 今天要上的这个透视图 一点透视的一个概念 那不知道有没有同学有问题的 有没有问题 好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 差不多准备要到这里 那 看 我们图书馆 它有没有什么事情要讲 没有 那没有 谁 我会把那个 我们的录影把它丢到我们群组上面去 好 那如果没有事情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上到这里 那今天上的这个透视图的这个 这个录影 我们放在我们的群组上面 大家请大家去观看 好不好 谢谢大家 下课 年的 好 ей